揭秘炮轰总统府真相,孙文和陈炯明的恩怨下,总统选举,对孙中山的主张,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,依总统选举法,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,出席议员至少需全部的三分之二,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,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200多人,还不够原众议员人数的一半,而且实行记名投票。 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?和北方毁法,又有什么本质不同?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,结局只有一个,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,什么地方自治,什么建设模范省,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。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宝敬西民怀有私心,他的性格,是认准了的目标,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,成败立顿,再所不济,此以所谓之难行义也。 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,1921年4月7日,200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,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,在这个大纲中,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,却没有任期,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。 一切政务、军务、内閣任免,均由大总统前刚独断,会议采用记名投票,一是负责,结果孙中山得218票,陈炯明得3票,废票一张,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,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。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,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,北伐,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,他们,是仅仅相扣的。 6月,孙中山任命陈炯明,为原贵军总司令,夜举位前敌总指挥,开始第二次月贵战争,月军以雷霆万军之势,先入广西境内,8月初,进驻南宁,随后,孙中山派走路到广西,敦促陈炯明出十元厄,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。 但陈炯明说,月贵战争花费巨大,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,他想尽一切办法,也只能筹到200万元,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。 双方信使,徒劳往返,无济于事,孙中山亲赴南宁,当面向陈炯明小以大义,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新定省县,以确立民治的基础,在一国县,寻去渐进的推进统一。 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,只是现在兵疲将被,囊空如洗,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。 10月29日,孙中山在吴州设大本营,一面派汪精锐回广州筹响,一面宫亲都师,速将北上,向桂林前进。 他愤然表明了口我已立誓不予静存,陈炯明自共事,我不杀静存,静存必杀我。 华字日报,1922年6月24日,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,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。 张太炎,定位将军陈炯目之名,在广州文史资料,第九集,此时已惊黄大伟本人撞文证实邓坑之死,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,1922年2月3日,孙中山绝迹取到湖南,进兵北伐,但由于连年,被兵, 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,所以宣布保禁西民,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,入江计划,于是告吹。 3月26日,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,决定班师回岳,改到江西北伐。 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,3月21日,陈炯明的亲信,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坑,从香港公干回省,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,两天后身亡,国民党官司一向说邓坑是被陈炯明暗杀的。 然而,从目前的史料看,这种说法大可质疑,据罗湘林计数,公职凶手所自来,且深重要害,知不能免,即命撕车者驶回省鼠。 告陈炯明暗杀家人亲友以后事,罗湘林,革命先烈邓公众援传,陈炯明叛国使也说,邓被伺后,抬入总司令部,曾向大众叹气言约,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,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? 有问凶手为谁者,邓又叹气,喂,我认得,真不料他杀我,如果邓坑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,他怎么会在受伤后,马上返回省属陈炯明办公的地方,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? 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,邓仲元坑夫人及邓之界地闻讯,赶至车站送行,陈与之谈话甚久,与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,相对气象,而口,申报1922年4月30日,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,陈炯明是幕后黑手,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,知好,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铸穗美,因两国领事馆也认为, 刺杀邓坑,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,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,关于谋杀邓坑的动机,我从外国情报探了两报告,一说是广西西所为,另一说是国民党,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,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,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坑,现已未众所周知的事实, 邓坑之死,对孙晨坚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,可以说是致命一击,有一种说法是,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,孙中山为解兵马良想之忧,必欲除之而后快,是已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,已收杀鸡害猴之孝,汪荣祖,邓坑之死真相探索, 在李敖千秋评论从书,1990年2月4月9日,孙中山决议变更计划,另在贵各军一律反越,前师而行,到了吴州,陈炯明才知道,孙中山让廖仲凯转告陈炯明,一、陈炯明参加北伐,二、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,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, 遂被罢处,孙中山集图北伐,与北方形势的发展,不无关系,4月下旬,第一次直凤战争爆发,孙中山与凤、晚军阀,一直有秘密接洽,结成三角同盟,孙中山深感这事联合凤、晚军阀,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,必须立即出兵侧应,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,但出乎意料的是,直凤开战,紧急一周,凤军, 军便被吴佩孚击败,狼狈退回关外,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,化为泡影,但南方的北伐,却如弦上之鉴,不得不发了,6月2日,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,宣布辞职,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,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,他亦将同时下野,因此,舆论普遍认为,徐世昌下台后,停止内战,和平统一, 中线一线曙光,6月3日,蔡元培,胡适,高一涵等200多位各界名流,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,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,可见这个要求,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,炮轰总统府,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, 各界欲请陈炯明回省的海淀,铺天盖地,建筑包端,前往劝架的使者,车水马龙,络绎不绝,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,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,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, 6月1日,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,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,6月2日,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,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,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,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,告诉你们的长官,不要以为居守白云山,便可胡作非为,我立刻上勇封建,生活是入洞将涉及你们, 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,现在东江水长,用风炮剑可以执行,驶入陈炯明的老巢,局势在继续恶化,6月3日,夜举宣布广州戒严,大街通渠,遍布港哨,6月12日,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,他决心通过报纸,向陈炯明摊牌,他宣布,我下令要阅军全数,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, 他若不服命令,我就以武力压服他,人家说我孙闻是车大炮讲大话,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,不是用石心弹,而是用开花弹,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,不难于三小时内,把它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,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,且惊动全城的居民,不免过于暴力, 但我不如此作趣,他们终不罢休,我指望包戒诸军,主持正义,十天之内,做足功夫,对于陈家军,加以纠正,陈家军若改变态度,即不是如天之福,万一无效,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,制裁他们了,申报 1922年6月19日,6月16日凌晨,夜举开始行动,他们提出的要求,与蔡元培等社会民流所提出的相同,就是请孙中山兑现,他与徐世昌一起下台的诺言,并非想置孙中山于死地,所以在开炮前,让人打电话向孙透露了消息,让其赶快逃跑,孙中山离府后,越军围攻总统府,守军拒步投降, 就开了三项土炮,一座威慑,孙中山登上永封舰,宣布和叛军开战,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和英,美两国外交官的相关记载,1922年6月17日,孙中山以海,军大炮炮轰广州,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,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,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,在孙中山下令放炮后,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, 孙中山气急之下,索性自己动手亲自发炮,孙大炮由此得名,孙中山炮击广州后,胡适曾批评说,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,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,孙适还要依靠海军,用炮击广州城的话,来威吓广州的人们, 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,在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后,孙中山只好于8月9日,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,避入上海法租界,近年来,多位历史学家研究,616炮击事件发生之时, 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,孙中山炮空广州后,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,让孙中山安全离岳,实际上揪了孙中山,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, 吴志辉、王精卫等人,还一度曾想让他们破镜重圆,孙中山念及旧情,又是用人之计,便说,如他肯写悔过书,可不究既往,当说客把孙中山的意思转达陈炯明后,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,认为自己没有错误,无过可悔,关于孙陈之争,在陈炯明死的时候,国学大师张太炎,写了一篇目之名, 可作为两人关系恶化原因的参考,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,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,很快被赶走了,退去上海,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,就又回来了,由此可见,陈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孙中山的,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,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,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江湘河, 那段历史固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,中国近代历史也许会冲写,但是,道不同不相云谋,真正有着坚定政治理想的人人之事,绝不会因为个人交情,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, 1925年,孙中山逝世的时候,陈炯明曾手转一副婉联,为英雄能活人杀人,公罪是非,自幼千秋青史在,与顾交层一战再战,公求四亿,全凭一寸是心之,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,四处英雄心中不平视,可以看出,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,发生了太多的故事, 对孙中山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,谁优谁裂,谁是谁非,自有历史评说,不过,陈炯明赴汤蹈火的努力,最终却以惨淡失败谢幕, 而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,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, 也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热潮及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,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,对国家、民族来说,何尝不是一大遗憾?